這邊我還是稍微寫一下 簡單寫一下 這個其實都是跟剛剛講過的東西有關的啦 只是稍微幫他整理一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首先針對自由意志的部分 古典學派他就認為說 我這邊就是寫的比較簡單一點 他認為犯罪的生成 犯罪的行程跟自由意志是有絕對的關係的 新古典認為他雖然也採取自由意志的看法 認為說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 他可以去決定他要不要犯罪啦 但是他認為他這個自由意志 是有限制的 不管是內在或外在環境 內在就是有關他的生理方面 或者是外在的一些 環境或者是 他所處的一個 社區啊等等 他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所以結論來 結論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 他的這個 自由意志 前面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樣記或這樣寫太麻煩 可以簡單這樣講 就是說前面 這個古典犯罪學派他的自由意志是 他認為說人是具有完全的自由意志 但是 這個 後面新古典學派他的 想法是認為說 人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他的自由意志是 受限的啦 是受限的 一個是完全的 一個是受限的這樣 但是都是在 站在具有自由意志的這樣的前提之下 然後第二點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也有稍微提到 有關於法官的權限的部分 這幾點都是他們最大的不同 就考試你們就只要 分點分項 把這四點寫出來 然後 當然一開始要先做個定義這樣 然後 法官的權限有什麼不一樣呢 前面我剛剛提到 古典學派裡面 法官他是一個 算是一個法匠的一個角色 法匠的一個角色 意思就是說 要講的是什麼呢 他沒有裁量權 他沒有裁量權 那相反的 我剛剛說過了 在 新古典學派裡面 他是 會強調這個個人的一個個別性 以及 還會強調這個 專家作證的這一塊 所以說 其實法官 對於這些 比較特殊的一些人群或者是 經過某些特殊領域的一些專家作證之後 會再做出一些 獨立的一個判斷 所以他是認為法官是具有裁量權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實有些理論我們 現在 並沒有完全去採據說 到底採古典還是新古典 只是說他們 多少都影響著我們現在的行政司法體系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 就我國的這個刑法來講 法官他是有裁量權還是沒有 當然是有嘛 不然怎麼會有57條 刑法第57條這樣的 產生 所以說 他是受到這個新古典 犯罪體系的影響 那第三個點 比較特別就是 對於這個 犯罪者的個別差異 個別差異 那在古典的這邊 他是 忽視的啦 忽視犯罪者的 個別差異 忽視犯罪者的個別差異 他認為說 每個人他就是 像他所假設這樣 大家應該 這個地方一定要非常守 就是他對人性的這個四個基本的假設 那 每個人都應該是跟他的假設一樣 就是針對 犯罪來講 對於犯罪來講 具有自由 具有這個 自由意志 有理性思辨的能力 然後會 確利避害做出一個選擇 所以他認為 每個人應該都是這樣子 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 如果是在 新古典學派的話 他就會強調 個別的差異性 為什麼 我剛在前面有提到 他對於 比如說是無責能力人 或是有身心障礙的一些 人 他認為說 這個在責任方面 在責任方面可能要 給他 降低一點 要降低一點 就是他的罪責 會比較輕一點 所以說他是 簡單來講就是他是比較重視這一塊 重視個別差異 重視個別差異 他重視的內容 有很多 我剛剛舉了幾個例子 比如說 像剛剛講的這個 年齡比較低的 或者是 精神障礙這些 這些都是 我如果回歸到現在 我國的刑罰點來看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到現在都還有被採用 都有被採用 那最後一個他們的差異就是量刑的依據 量刑的依據 量刑依據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前面 稍微提到這個 原因嘛就是 因為在 這個古典的體系裡面 他是 為了要限縮 因為他 這是犯罪學的剛開始嘛 他為了要限縮 這個國家的刑罰權 限縮 國家的權利 尤其是限縮君王的權利 所以他 會特別強調一個點 就叫做罪刑法定 叫做罪刑法定 這個大家 念刑法一定都很熟 所以說 他強調的東西就是罪刑法定以及另外一個叫做罪刑均衡的概念 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就是 犯罪的 要件跟法律效果都要有事先的法律民運規定 罪刑均衡就是講說 這個 在 一個人的犯罪 一個人犯罪之後 他犯罪的這個能量應該要 跟他 之後 施以他的刑罰 是要取得一個平衡的狀態 過多或過少都不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量刑依據就會變成是 罪刑法定跟罪刑均衡 這兩點 在這上面跑 但是如果是在新古典 他當然也是有罪刑法定跟罪刑均衡但是 他特別又重視到了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剛剛講 承襲到前面講的 他因為他重視這個個別差異的部分 個別差異的部分 所以說 他除了罪刑法定跟罪刑均衡這個他還是有 沿用之外 他對於 有些 就是 比方說無責任能力人 應該要與以減輕啦 這個理由其實 並不是說 騰空的飛出來 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因為 就跟第一點 都 都脫不了關係 所以他們最大差別 我會把自由意志放在第一點的原因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 對於無責任能力人 他有可能是 有一些身心上的缺陷 有些是年齡比較低 所以他的自由意志 相對來講是稍微低一點的 相對來講是稍微低一點的 他對於無責任能力 尤其就是 他在這個 量刑的依據裡面 他會去看這個人的一些具體狀況 就是 剛前面講的這個個別差異 的方面然後來 做一個判斷 並不是說 就只要 只要就是 遵守罪刑法定罪刑均衡 這樣就可以了 他還會再做一個 獨立的判斷 好 這個是稍微給大家一個小小補充 好然後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下面的有有幾個題目 我就 我就帶大家看一題就好